好的 欢迎大家观看由pinglab出品的webshat从入门到尽头这些视频教程 那么我是pinglab的陈云娇老师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教大家呢 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个抓包的一个主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呢 我做了一张图片 那么把整个呢 我们这个webshat这个主界面 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这一个呢 页面呢 我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从它的一个视图 布局来讲的话呢 应该像是有八个小块的 那么应该从上到下呢 应该是有从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 过滤栏 列表 日解栏等等 这样来分配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不同区域 它的大概的功能用来干嘛的 那么第一块 我标环色的这一块 那么最上面的这一栏呢 我们把它叫标题栏 这个取决你修改的一个名字 那莫莫书记下的话呢 它是你自己的一个无线网卡的一个名字 例如我是设为WLang 就是我无线网卡的名字 那当你保存完了之后呢 这个名字呢 就成为你续报的一个名字了 这个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吧 我觉得 然后呢 第二块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主菜单栏 那么的话呢 我们后续玩这个webshat的一个进阶调试的时候 那么一本基本上就要看到这个界面 那么第三栏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什么工具栏 或者相对快捷方式栏吧 然后呢 第四栏这一块的话呢 有个field 这个相对是一个过滤栏 那么就说 例如呢 我要过滤某一个协议 说可以过滤出你要特定要看的一些信息 这是我们过滤栏里面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第五栏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栏目了 这相五六七这三栏 这几栏是真正跟续包挂钩的 就是这五六七这三块 那么的话呢 第一块的话呢 这一块我们第五个区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把它叫数据包列表区 什么叫列表区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里呢 像每一横 它从这里来看是有一个包围一横 这样子列下来 是吧 每一横的话呢 相应就是一个续包 例如呢 119.97.189.188发给什么1.100 什么圆到目的地 什么时间点 然后呢 通过哪个协议 发了哪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第五这个列表区 续包列表区呢 给大家展示的 一个实时的一个流量显示过程 然后呢 你用鼠标之后去点击这些某一某一个续包的时候呢 那么会出现在第六栏里面呢 会有个详细的对这个续包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个解包过程的话 实际上就是 网上最强大的一个图形 解包能力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议支持能力了 那么的话呢 好的或者坏的一个说法软件 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去看第六栏 看一下它的解包能力 它的解读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网上因为它 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所以它的一个序域格式支持应该说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几个网上软件里面算最完善了 我个人觉得 那么的话呢 这一块呢 我们后续还要专门来研究 主要在第二部分里面去研究 就是不同协议的一个实战内容 然后的话呢 第七块呢 大家有时候在看书本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就说我们点击呢 这里每我们去研究 这里的 例如呢 ip日节啊 或者什么 端口的一个日节啊 那么特定的某个日段或日节的话呢 它的一个长度大小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叫 续包的一个什么 日节区来研究了 到底有多少长度 我们可以通过二进制的十六进制的方式来查看 最后一块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续包统计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告诉你说我们总共所抓到的这个包 抓了多少个 抓了多少个包 例如呢 这里显示有三万六千多个包 但到底有多大 有多少个日节 例如呢 有一千多个日节 这两个是不同单位 一个是多少个 然后呢 这么多个包加起来 有这一个一千多个日节 然后的话呢 你有显示多少个包出来了 然后并且呢 你丢掉多个包 然后你梦梦的用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样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啊 这边介绍的 那么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这个续包的一个过程吧 来看一下吧 那么这里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 包括菜单啊工具栏里面 我们后续会用到的 在进阶调试里面 接下来会用到的 例如呢 这一个文件菜单栏里面 实际上就 例如呢 打开啊 然后呢 近期打开文件 合并 然后呢 保存 另存 导出为特殊的文件 导出为Excel能支持的格式等等 这些都是在文件操作里面去做的 然后呢 编辑 这是我们的编辑菜单栏里面呢 主要我们可以找一个特定的包 对续包进行一个标志 可以设置一个时间参考信息 这是 还有做一个什么首选项 这是编辑这里面 我们要去玩的一些东西 然后试图界面的话 现在就是主要调整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界面 这是这个菜单来要告诉我们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go这个菜单来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 我觉得capture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个呢 除了拿给我们的一个网卡选择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抓包 op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在后面会讨论 因为里面它涉及到一个叫 捕获或者抓包过滤器的一个东西 那么就在这里玩的 ok 那么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抓包栏 然后这是分析栏分析栏里面的话呢 主要有两个吧 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块呢 就是一个显示过滤器 像就是这个有点类似这里的过滤器了 只不过呢 这里一个过滤器他把它拿出来 另外就是分析栏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有显示过滤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流追踪 还有一个就是流追踪 流TCP UDP的流 然后呢 这些前面的这些按钮呢 像都比较简单 比较花心去折腾 或者算有点记录含量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统计栏 这个是统计的意思 那么它有整个续报的一会种信息 绘画选项 节点统计 IO图 流量图 那么还有什么绘画列表等等 那么这一块内容的话呢 可以做出很多报表出来 就是一些图形tool 就是在这里做的 那么当然我们的vash也能够支持 这个语音流量的一个功能 还有些特殊的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帮助页面 所以我们主要玩的应该是前面的文件 编辑 试图 抓包 分析 统计 主要是这么几个按钮吧 这是我们菜单里面的东西 然后其余的这些什么工具呢 像 无非就是它这里的一些 怎么说呢 基本的一个快捷方式吧 有列出你的一个网卡出来 查看你的一个借口选项 是吧 这些都是一些快捷的一些方式 启动 停止 重置 然后的话打开 这些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去看得懂的 然后左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则 那么呢 放大放小 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快捷栏吗 个人觉得 不过这些快捷栏的话呢 像它把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按钮都做出来 我觉得这一块还做的蛮好的 就是确实这是我们常用去调的一些界面 然后呢这是一个过滤服 过滤服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过滤我们要看到的一些协议 那么这块呢我们后面呢 会给大家更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 HTP啊或其他协议 OK 那么这个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叫数据包列表界面 大家左边会看到一个时间流 大概的一个时间是怎么去去走的 他梦想下从0秒开始0.00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 因为到这里我就抓到了45秒 抓了45秒的一个流量出来 然后呢每一个时间值 有的大概的在什么时候 谁发给谁用哪个协议 发了哪些信息 他全部标出来了 那么大家看我在点击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们看到底下的这一个叫详细数据 数据区域的话呢 会在不断变动 因为我点一个DNS 那么这里就显示DNS 点击HTP 这里就显示HTP 那很明显就是说 呃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每在上面这个续包列表区所点的每一个包 那么这个详细区域呢 会把这些东西呢 做一个数据读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们后续啊 就是这两个界面的话 一直要结合看的 就是你要选哪个包 分析里面哪个字段 只有这么来玩 这就是这一块的一个配合使用了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双击它 然后去弹出整个界面出来去做分析 那像我个人 像我不太喜欢这种双击的做法 一般还是点击 然后直接在这个界面这样拖爪子中去看 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包带里 在这个时间轴里面的大概哪个位置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方式 然后啊 底下的话呢 这一块内容是一个比特区域 16进制和2进制的 你可以去看到Liu呢 什么IP头部啊 Liu呢你可以去看到的一个什么 大家也知道我们学IP地址 IP地址有32比特位嘛 那是不是32比特呢 以前只在原理上面 先你去抓一下包 确确实实就是32比特位 所以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一个我们的一个 日段 这一个什么比特区域 那么呢去看到更详细的一些 关于这些日段的一些信息 ok 那么最底下这一栏的话呢 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续包的一个一些解读信息啊 这些的 总共有多个包之类的 那么的话呢 这就是整一个 对Wash这个工具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面的一个介绍了 那么之后呢 大家呢有了一个安装入门 是吧 大家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个软件 总结一下啊 知道了抓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知道了怎么去安装 然后呢 怎么去做一个快速抓包 并且呢 装包说呢 你要对整个界面有个基本了解 那我觉得大家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那么我们才能说进入一个进阶的一些调试界面了 ok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 安装入门 这一块内容的一个录像